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岁那年死里复活的 在他死亡期间 主带他去看天堂和地狱 我希望你知道 如果你是一个骄傲和致富的人 将会为自己带来咒诅 我牧养一间五千年会有的大型教会 但因为我的骄傲 所以神就击打我 但现在我敬畏神 我过去曾拥有价值1.5亿美元的产业 和五辆豪华汽车 但在我经历死亡之后 我将他们全都送出去了 请记得救赎不是靠你的名下 拥有多少财产得到的 而是借着信心 现在我恳求那些身为执事长老和教会中其他的领袖们 你们勿要全心全意的服侍你们的牧者 1987年12月19日 我吃完午餐休息时 觉得剧痛难耐 痛到觉得自己快死了 之后我失去了意识 四个月之后当我醒过来时 我处于植物人状态 我的身体因瘫痪而严重受损 医生说我还是会死 我的家人从不让会有碳病 因为我的样貌吓人 最后我还是死了 就在死的那一刻 我看到两个天使进入我的房间 他们是穿过墙壁进来的 我大叫说 谁你们是谁 你们这样进来会弄坏我的房子 其中一个天使说 我们是天上来的天使 我们来自上帝的国度 天使的四周发出耀眼的光辉 站在我右边的天使自我介绍说 我奉猜是为耶稣的国度服务 耶稣呼召并命令我到世上来 要将你带到天堂 你已经死了 但因为你的家人为你悲痛哭求 主耶稣愿意再让你多活一些年日 但现在他要向你显明天堂与地狱 他会让你看见天堂与地狱 并对世人做见证 但愿因你的见证使下地狱的人减少 而进入天堂的人大声 这将是你的使命 神指示我们叫你不要担以拖延 你若拖延就不能看到天堂与地狱 站在我左边的天使说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直到你死亡 我都与你同在 那时候我并不明白那天使的意思 现在我明白了 他就是我的守护天使 但是我说 我不能去 我不愿意去 我是一位牧师 不能在这种身体的状况下去见主 我要在健康的情况下去见他 主会因我这样而责备我 而不是夸奖我 我既骄傲又智大 现在又遭遇疾病咒诅 我只能进入天堂 我很害怕 请你们回天堂求主医治我 然后回来 在梦中带我去天堂 请为我祈求神的怜悯 但天使并不听我的理由 他们把我的衣服脱掉 并说这些太误会了 不能穿到天堂 然后为我穿上白袍 他们抓住我的手 我们就直接飞往天堂 我们穿越云层 当我往下观看时 地球变得越来越小 他们让我走进到一条 没有尽头的黄金大道 我看见一道闪耀的光 亮到无法直视 我说这光是从哪里来的 天使回答说来自天堂 我心想 哇这好庞大的一群人 因为我看见一群人穿着白袍 飞在前头 我问他们是谁 天使说他们是那些忠心服侍上帝 并全心圣服圣理引导 信靠耶稣的人 他们身体在地上已死 他们的灵魂现在正朝天堂而来 另一个天使继续说 在天堂有十二道门 当一个得救的灵魂来到天堂 他们必须由其中一道门进入 我们站在南门前 但门却是关着的 当我们等候时 我问天使说 天使们 为什么这个门没有打开呢 天使回答说 这是因为你还没有唱 天堂敬拜的诗歌 我告诉天使 过去我是一个傲慢且自大的人 我因此遭到咒诅得疾病 我连地上的敬拜歌曲都唱不好了 我怎么会唱未曾听过的 天堂敬拜的诗歌呢 天使说你说的没错 但你还是得预备自己来敬拜 你虽然骄傲 但是还可以预备去唱的 当天使开始唱诗歌时 我也跟着唱 敬拜对我来说 就变得很自然了 天堂的景象难以形容 我无法以地上的词汇去描述 我就说 主啊太感谢你了 尽管我过去骄傲至大 并遭咒诅而生病 但你仍带我来天堂看看 之后我听到上帝的声音说 我所爱的普牧师永固 我欢迎你 你走了一段好长的路才到这里 他的声音满意着爱与温柔 我流着泪回答说 主啊 天使立刻说 你当了二十年的牧师 难道你不记得圣经的话吗 在天堂是没有眼泪的 请停止哭泣 我甚至想哭都哭不出来了 上帝接着问我五个问题 你花了多少时间去读圣经 你奉献了多少钱 你向人传过几次福音 你有没有真正正确的十一奉献 你花了多少时间祷告呢 我无法回答第五个问题 主就因此责备我说 当你成为一个大型教会的牧师之后 你就懒得祷告 我不接受忙碌的借口 我待会必须要为死悔改 主接着说 天使将会带你去看天堂和地狱一些地方 你想看就尽管看 当你看完天堂和地狱之后 你就会离开 但主不允许我看见他的楼面 天使首先带我到天堂三个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地方我看见小孩子们住在一起 第二个地方是成年人所住的地方 第三个地方是那些仅仅构格上天堂的灵魂所在 尽管他们上了天堂 他们是极为羞耻不体面的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这些孩子几岁了 我说他们看起来像幼稚园的年纪 他们无法透过性别判断是男孩女孩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使陪伴着 在天堂大多数的灵魂都有自己的房子 然而也有一些人没有 我稍后会再解释 并且小孩子是集体居住 也没有自己的家 我问小孩子也是灵魂 为什么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呢 天使回答说 就像在地上人们需要建材来盖房子 在天堂这里我们也需要建材来建造 当一个忠心为主服侍教会与他人时 他们的好行为将会成为在天堂盖房子的材料 当建材提供了被指派建造房子的天使 就会去建造那位圣徒的家 但小孩子的年纪还不到能为自己负起责任 无法提供材料来盖他们的房子 换句话说 他们没有时间或机会 去赚得他们的奖赏或建材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自己房子的原因了 我问在地上要做什么 才能为我天上的家提供更多的建材呢 天使说一个人必须要做七样式 才能够提供建材来盖他天上的房子 第一样式要累积对神的敬拜与赞美 第二样式他们花在读圣经的时间 第三样式他们花在祷告的时间 第四样式他们花在上人传福音的时间 第五样式贡献给神的奉献 第六样式他们顺服神所纳的十一奉献 最后一样式他们以各种方式服侍教会的时间 这些顺服的行为或所做的工 天使回答说他们住在这里 我环顾世中发现小孩们遍布在花园的各处 花园极其美丽 花香是世上没有的 那景象非文字可以描述 我看到第二个地方是给那些中心的成年人所住的 救赎与得赏是自有区别的 这个地方有许多的房子是以美丽的宝石和稀有的食材建造的 有些房子的高度甚至像地上的摩天大楼那样高 那些在地上中心服侍主的人 他们的房子是以美丽的宝石和稀有的食材建造的 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大约只有二三十岁 他们没有性别的差异 也没有生病衰老和残疾 我承认是一位名叫欧应苗的长老 他在六十五岁时去世 他的个子很矮 只像小学二年级一样高 他常年受一种勾搂症所苦 然而他对圣经的了解算得上是一个博士 他写过很多著式书 我也在天堂看到他 他在天堂又高又帅 他不再有疾病 他很健康 天堂真是个奇妙的地方 我满心期待认识天堂 亲爱的人们 请相信我所说的 第三个地方是给那些仅仅得救的人住的 这个特别的聚落面积极其广阔 比第二个地方大上数倍 但又不像第二个地方是以宝石和稀有食材建造的 我坐着一辆金色马车 极快速的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距离我之前所看到那两个漂亮的地方很远 我问天使说 为什么我只看到广大的荒野与田地却没有看到房舍呢 天使说你看到的就是房舍 我看到很大片宽敞的平房 这让我联想到是大型的基设或是某种仓库 这些房子不仅称不上豪华 反倒显得寒酸 这个聚落的房舍是给那些灵魂精进得救 羞愧的人住的 这里有好多大型破旧的房舍 而且面积比得奖赏的灵魂所住的地方大上好几倍 天使问说 你看见左右那两间大房子吗 我回答说 是的 我看见了 天使说 他要特别向我展示这两间房子 他说 在你右边的房子是给那些在地上做牧师的人住的 左边的房子是给那些在地上做赏老的人住的 当我们走到门口时 我发现这两个房子很巨大 我简直目瞪口呆 一开门进去 第一个印象 这就是鸡舍 然而里面住的不是数以千计的鸡 而是众多的灵魂 天使要我留心观察 因为我可能认出一些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牧师 果真我认出许多历史上知名的牧师 我特别指出一位牧师来 我问天使说 我认得那位韩国牧师 我知道他很有名 也知道他为主做的工 为什么他会在这里 我不明白 天使回答说 因为他从来没有提供任何建造天上房子的建材 所以他只能住在这大社区里 我实在好奇 所以追问 怎么可能呢 他怎么可能没有提供任何建材呢 天使回答说 当他在地上做牧师时 喜欢被人称赞 喜欢被人尊荣 喜欢被人服侍 却没有做仆人与牺牲的心智 这名牧师在韩国有极大的尊荣 并且在韩国基督教史上 是一名指标性的人物 然而他没有奖赏 你们这些做牧师的要留心听 你们服侍人不只是在主日聚会 你们必须到家里探访 看顾穷人残疾的和老年人 牧师们若没有自我牺牲的服侍 只喜欢被尊荣 在天堂是得不到奖赏的 我在天堂看到这些景象 回到地上之后 我立即将我所有的产业 包括五辆豪华教车都捐出去 我们在地上的年日 不过是片时 圣经说人平均的寿命大约是七八十岁 唯有神知道我们命中之日 每一个人都可能活不到七八十岁 我决定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 甚至是我的衣物 我看见那些仅仅得救的牧师 长老直视与平信徒 他们住在天堂破旧的房舍里 虽然总比下地狱好 但是难道有人上天堂的墓地 是想要住在那样的地方吗 我可不要落入这种羞愧的下场 因为连他们的衣服也都是破旧的 基督徒需要什么条件 才能在天堂住那样华美的房子呢 首先我们要尽力的传福音给更多的人 我们要如何传福音呢 天使告诉我说 假设有一个畏信者不认识神 在你决定要向他传福音时 你就开始为建造天上的家提供建材了 当你持续为他们的得救祷告时 就会产生更多的建材 你必须持续地祷告 探访他们继续传福音 这样就会为你天上的家提供更多的建材 如果有人说他不能去教会 是因为没有体面的衣服穿 你就要为他们预备一些合适的衣服 如果有人说他没有圣经 你就准备一本给他 如果有人说他因为没有眼睛 不能读圣经 你就给他眼镜 你必须尽可能的提供一些 一切东西 好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那些在天堂住豪宅的人 都是在地上不断传福音的人 之后天使父送我到圣徒住的豪宅区 就是那些在地上广传福音的圣徒所在的地方 那里就像天堂的市中心 在基督教史上有四个人 住在最宽敞最豪华的房子里 天使指给我看的是 美国步道家穆迪 英国约翰魏施里牧师 一位意大利步道家 以及韩国步道家 崔根仁的家 这四个人住在天堂最雄伟的豪宅里 他们花记忆一生 甚至在去世前都在传福音 在韩国的平信徒当中 有一位平信徒也住在天上的豪宅里 这个平信徒请他所有盖了许多教堂 他曾捐了三千代的百米给穷人 他私下用钱帮助数千名牧师和领袖 捐奖学金给神学生或圣经书院学生 他也将一位六十五岁牧师接到家里住 细心照顾他 因为他被自己的教会赶走了 忽然我听见有一个天使喊着建材来了 我问右边的天使关于这建材的事 他告诉我说 这建材是一位乡下小教会的女子是预备的 其实他每天都会送些建材上来 因为他虽然贫穷 但每一天一大早参加聚会 他每天为教会八十七个信徒祷告 当他祷告结束之后就开始打扫教会 我又听到另一个天使喊着特别快递 这位女执事的女儿给他为活的金钱给了妈妈 然而这位女执事并没有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他为牧师买了五颗蛋和两双袜子 虽然看起来为不足道的奉献 但他已把那一天所有的都奉献出去了 他的行为成为他天上房子特殊的建材 再来那些在天上拥有豪宅的人 是在地上以自己的财产或支援 兴建教会或其他建筑为神国之用的人 我在天堂也遇见一位崔姓长老 他的房子在天堂里 比其他韩国的长老和子嗣的房子更华美 而且比韩国最高的摩天大楼还高 他以自己的财富在韩国盖了许多教会 我问天使说我的房子呢 是不是也在建造中呢 天使回答说是的 我请求去看我的房子 但他们说神不允许 我继续不断的恳求 最后天使说现在主准许你去看了 我们上了马车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我满心期待的问我的房子在哪里 天使回答说就在那里 我放眼望过去 那地方看起来只有地基才准备好要建造 我大声喊着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房子怎么会只刚开始在建造阶段呢 我从韩战信存后就卖了唯一的房子来盖教会 教会增长到有五千名信徒 圣民也改动我 因此我写了很多本书 有一本还成了畅销书 我以苏德百岁设立基督教学校 孕育了两百四十名牧师 在当院长的十年期间 我发放奖学金给超过四百个穷困的儿童 我又盖了房子给寡妇住 这些都要花大笔钱的 所以怎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我的房子还在开始阶段呢 我心里很不高兴 天使严正的回答说 你在天堂不配住在华美的房子里 因为你在地上已经无处似的接受人的尊容 每当你建造什么或做了什么好事 就被人们称赞 甚至被世俗的媒体表扬 所以所做的一切事工都是突然的 我看着我的房子的地基 这房子坐落在其他三栋房子的中间 房子只有三层楼高 第二楼有许多小房间 我问天使说为什么有这些小房间 天使说这些房间是给你的儿女们住的 我说可是我只有四个孩子啊 天使回答说不是给你肉身的孩子 而是给你那些传过福音 并且得救的属灵儿女们 我问说我的主卧室在哪里呢 天使说他在屋底 我觉得很困惑 因为我的房间还没有盖好 我很生气的问 怎么这么小 要完成我的主卧室有这么困难吗 天使说你还没有死 我们还不能完成你的房子或房间 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会不会提供更多的建材上来 你明白吗 当我们进入我的房间 我看到有两张奖状挂在墙上 我走进上前去看第一张奖状写着 在我十八岁住在孤儿院时 在圣诞节早上 我早崇拜回来时 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的发散的老人 我脱下我的外套给他穿 我因为这个好行为 在天上得到一个奖赏 第二张奖状的描述也类似 就是我以仅有微薄的金钱买了面包给老人吃 金额的大小并不重要 重点是行为必须是出于真实的信心 金额的多寡也没有显著的意义 我们离开那地方回城时 有位天使在马车上问我说 你感到难过吗 我要告诉你 怎么可以建造一间漂亮的房子 主说当你回到地上时 你必须把你看到天堂与地狱告诉人们 主也希望你新建一个地方 可以收容那些年老无依无靠的你牧师或宣教士 如果你真实忠心的完成这些事 你就会拥有一个美丽的天家 参观地狱 那两位天使不送我去地狱 他们说现在你要去看地狱 你无法理解地狱有多巨大 我一直大声喊着 太大了地狱真的太大了 地狱是那些被宗主和接受永恒的刑罚的人 所被安置的地方 地狱感觉上有地球的一千倍大 地狱一半是红色的 另一半是漆黑的 我问天使 那一半为什么是红色的 天使回答说 难道你不知道吗 那是烧着的硫瓦 另一边是无光的黑暗 犯罪而下地的人 他们会在两边受刑罚 虽然在地上有无数的教会 许多教会坐满了人 然而大多数坐在教会里面的人 都不是真基督徒 他们只是上教会而已 真正的教会是坚定的相信 有天堂和地狱的 许多的基督徒生命处于一团混乱 是因为他们没有坚定相信 有天堂和地狱 每当有一个灵魂上天堂的同时 就有一千个受咒诅的灵魂下地狱 上天堂和下地狱的比例是一比一千 我本身是长老教会的牧师 还是知名的讲员 我从韩国其中一间最大的神学院毕业 我从不相信天堂与地狱的故事 但现在却是我写出天堂与地狱的经历 要向所有人作证 或许你相信自己已经是一位基督徒 但如果你造着魔鬼的旨意过生活 你的结局就是下地狱 我看到第一个地方是烧着硫磺之地 你无法想象地狱的火有多炽热 没有人能忍受那种炽热的 在地狱的人只会说三句话 第一他们说太热了 他们觉得快热死了 第二是他们快渴死了 第三是你会听到许多人求水喝 而这些是永恒的刑罚 很多人声称说 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自由 然后就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过生活 这是很愚蠢的 我问天使在这里的人曾做过什么事呢 天使回答说 第一群人是不相信上帝的人 所以那些不像自己家人传福音的人 必须要悔改 天使继续说 第二群人是那些相信耶稣 但没有为自己的罪悔改的人 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罪悔改 向主坦白认罪 我们不能再犯罪 只是嘴上说说 不叫悔改 我们必须带着真诚痛悔的心悔改 接下来我在地狱看到许多牧师 长老与知识 我向天使说 我认识他们 他们在地上是忠心的服侍神 他们也过世一段时间了 我以为他们在天上与神同在 但现在我却看到他们在地狱里哭喊 太热了 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我看到有太多的牧师 长老 知识和平信徒都在地狱里 天使回答说 不用顾牧师 一个人可以在外表上 看起来像是跟随基督的人 但是神知道他们的心 他们没有守主日为圣日 事实上他们喜爱在主日赚钱 许多知识和长老还批评 他们的牧师正道信息 他们没有完全遵守十一奉献 他们不祷告 没有向人传过福音 这些职事与长老当中 很多人骚扰牧师 并且反抗牧师的权柄 他们干预牧师的职任与工作 当他们民宗时 还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因此没有这些事悔改 所以他们被丢在地狱的火壶里 之后我看到韩国最先迫害基督徒的 一位皇帝和一位王子 许多韩国基督徒被他们砍头 他们被摆在地狱正中间 就是最热的地方 我也看到了希特勒 史达林与毛泽东 还有一位北韩知名的康牧师 一名日本有名英雄 还有许多人 随后我们来到一个极度黑暗的地方 暗道看不到落脚之地 我大叫说天使天使这里太黑了 我什么都看不到 天使拍拍我的肩膀说 稍等一下 不久之后 我看到无数刺身肉体的人 每一个人身上都爬满了虫子 没有一处得以幸免 他们的身体完全被虫子覆盖 这些赤裸的人咬牙切齿 想要把虫子赶走 我问这些人在地上的时候 做了什么呢 天使回答说 他们彼此批评攻击 并且在背后重伤人 他们并不在乎彼此之间 说了什么话 我看到魔鬼用镰刀 四川这些人的肚子 他们的尖叫声令我嗤耳 我问随行的天使说 天使他这些人活着的时候 做了什么事呢 天使回答说 这些人在地上有工作房子和家人 但他们没有奉献给神 没有帮助穷人 也没有帮助他们的教会 或是在其他神国的用途上有份 他们尽力涉又贪心 就算他们遇到穷人 也视而不见 不在意他们 他们只顾自己与家人 他们穿滑服 吃美食 过舒适的生活 他们的肚腹被赤穿 是因为他们贪婪 充满着他们的肚腹 这真是非常令人惊骇的景象 我亲眼目睹之后 我一回到地上 立刻把我所有的金钱 与财产给人 因为救赎不能靠金钱 或财产赚得 而是要靠信心 地狱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 且悲惨的地方 这里的刑罚是永恒的 我也看到有些人的头颅 被瑞利的句子砍掉 我问天使 这些人做了什么 因此被这样折磨 天使回答说 神赐给他们大脑 是要思想良善与友谊的事 但这些人所思所想 尽是污秽 他们的思想尽是好色 淫荡的色 接下来我看到 人们被刺穿且切成碎块 景象很恐怖 我问说 这些人做了什么事 要如此被折磨呢 天使说 这些是教会的长老和职质 他们没有服侍自己的教会 事实上他们甚至不想做工 也不想服侍 只想从羊群里不断的获取利益 我看到长老知识们 和其他平性毒被魔鬼折磨 魔鬼在他们的舌头上钻动 用金属线穿过他们的舌头 与其他人贯穿一起 然后用金属线拖着他们走 我又问他们在地上时做了什么 天使回答说 他们犯了四种罪 首先他们批评他们的牧师 他们说关于牧师负面的话 毁谤并取笑他们的牧师 我恳求你若是做了这些事 要快快的悔改又悔改 天使又继续说第二种罪是 他们以话语攻击教会 他们会骚扰其他基督徒到一个地步 连中心的基督徒也遭受影响 而不再去教会 甚至有些人不再相信神 他们尽其可能的拦阻中心基督徒 做神的功 这些恶人让许多中心的人跌倒 最后一种罪 就是有些人喜欢酗酒 又虐待自己的家人 我看到魔鬼用巨大又尖锐的钉子 赤入男人和女人的肚腹 我问说他们做了什么呢 天使回答说 这些是没有结婚却同居的男女 他们怀孕后就堕胎犯罪 却从来不为此悔改 我看见另一群人 魔鬼把他们的嘴尘切成薄片 如同削肉块与蔬菜一般 我问这些人为什么要受此折磨 天使说这些人是为人子女女婿和媳妇的 他们背逆父母顶嘴 他们应该要说的是对不起 而不是使事情变得更糟 许多人怒骂父母又严厉的话攻击父母 他们是悖逆的 他们的罪存被消成薄片 你知道我们有一天都会使 但不知道会是哪一天 请预备好 要预备好才能上天堂 什么时候上天堂不是重点 如果有必要 请常常彼此饶恕 如果有必要 请花上一整天悔改再悔改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过去忽悦这样的见证 我过去是一位忽视天堂与地狱保守的 长老教会牧师 但现在我针对我所看到的 我必须向你们做见证 请快快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以免让自己受到这样悲惨的刑罚与审判 要得救 不要为自己的肉体而活 要降服于神国的法则 要为不认识耶稣的人祷告 要去传福音并结果子 请一大早起来祷告 并且要守主日为圣日 向主诚实的十一奉献 将你的奖赏积存在天上 而不是在地上 我是奉主耶稣基督全能的名 祝福你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